这个与个中国国甲队各位子历代最有秀的球然组队啊 球然都是巅峰级在国际上什么水平啊 最有秀的球然组队啊 那这个都是巅峰级在国际赛场啊 中方姚明 然后大前讽识 一见脸 王志志都不行 因为王志志他就留下了一些传组 你比如说在这个国际比赛面对上将大卫轮迅的 没有办法 那美国队一直以来 包括麦克尔小胆 那当年篮球就是谁 那在国际赛场92孟子队 场面才167分 那所以你要说王志志一场比赛 拿的分比上将大卫罗宜逊多 你就说一见脸 不是你就说王志志比大卫罗宜逊强 这是不可能 这不现实 你要是这么类比啊 那罗建尔 那他完爆美国队任何一见中风 那罗建尔场卷20加10 那你比哪个美国中风不一样啊 不能乱整 所以我感觉大前讽啊 还是一见脸 替补是王志志 因为王志志在这个NBA连赛当中 打的没有一见脸好 还是一见脸 一见脸是西边球王 而且是在NBA压州第二人 他的地位远远超过这个王志志的 王志志在西边也绝对达不到球王 你真说西边历史上 最优秀的运动员 等级排序的话 他进前山呢 都有点晃 进前山有点晃 但是一见脸稳居第一 所以这是一见脸的实力 一见脸肯定是中国队历史最佳阵容 大前讽位置之上的不二人选 小钱凤位置呢 就得是压州第一小钱 朱芳宇 他比什么其他的压州各路豪强当中的小钱凤啊 明显要更厉害 因为朱芳宇他成就也是非常斐然的 压州地区之内几乎是全猛贯级别 拿了任何大小奖项 全都拿过 西边联赛里也是两届MAP得主 拿过各种冠军 所以他属于是攻守一体 三分球又极其精准 是一位真正的压州球形 封县球形 所以朱芳宇肯定是三号位打首发 国际赛场三分七次 投的也是非常准 朱芳宇 二号位是郭艾伦吧 因为郭艾伦呢 他攻守一体 并且呢 他属于是一二号位摇摆人 对于中国队来讲啊 把球给姚明 这个是挺重要 而郭艾伦呢 持球挺稳健 能运住球 二号位位置上 如果说你不用一个郭艾伦这种一二号位的摇摆人 你比如说你用郭艾伦之类的 那可能是我呀 主攻守这块 你能不能把球顺利的转移到他手中呢 就有点吃力了 因此我是比较倾向于 历史的最佳男人阵容啊 应该是双控位 这种架构 所以二号位我感觉用乖轮 一号位呢 就是孙悦 巅峰孙悦 曾经大帽子花得可比呢 所以孙悦吧 打这个一号位 这么一套阵容 我感觉挺无敬 在亚洲之内 那肯定是立棍啊 你打国际比赛 我认为打一些欧美强队啊 基本上能够做到这个 有不小的胜算 你打什么西班牙之类的 我判断 也能博得 两到三成的胜算 你要说再搞的话 有点夸张 因为人家综合实力比你更强 两到三成胜算 也能博得 就是不是说我必败 打十场 能拿下两到三场 这是有戏的 就这套阵容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